What's up music 新热点 已经坐在我的前面了 而且我今天 我会看着她的脸一小时 怎么这样吧 这是最近大家跟你很熟悉的 一个打招呼的方式 一小时 很难得耶 很难得啊 你们这可能 只有在金曲奖的时候 看到几个画面 但是我现在可以 好好的聊着她的新专辑 看着她的脸一小时 让我们欢迎陈珊妮 哈喽 嗨大家好 君长好 珊妮公主你好 在音乐的事业当中 我就不要叫你老师了 老师好有距离感哦 就像你要去评审一样 可是我们拿到你一张一张CD的时候 你就是我们的珊妮公主 谢谢 我不知道怎么接啊 你叫我很难接 不会啊 我就希望你换回一些 又是音乐人 这样子的一种 那个频道 因为前阵子你说 做评审的很花时间 也让专辑有一些些delay 对对对 金曲奖真的也花到一些时间 嗯 差不多也是两年两年啊 我记得近期来讲 属于陈珊妮的专辑都是两年一张 两年一张 其实做专辑不会太花时间 对我来说啦 就是做一张专辑需要的时间 不是很长 但是因为做完之后 因为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要做这些包装 MV设计 所有的概念 要跟很多人沟通 然后要再做巡演等等的 然后这些事情做完以后 我就觉得非常累 然后就觉得 其实本来只是要做音乐而已 怎么会变成有那么多事情要做 我觉得对你来说 做专辑 已经不是一张专辑了 你说了 包括了包装 实体的设计 还有你会有一场live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project 而且他们又要全部都是联动的 他们所有的东西的美学跟意识都要有连结的 我真的很会给自己找麻烦 但我们看得很过瘾啊 我们也买得很过瘾啊 我也有买了一张实体的 对啊好感动哦 我没有那种拖延症哦 我第一天就去预购了 我是预购班的 对对对 而且我看到一桌子的那个专辑 真的觉得很感动 这就像我们在捧着一个时空胶囊啊 我觉得是啊这已经变成时空胶囊了 嗯 你们那个文案写得很好 此刻我们就是一个这个世界万物的战存档 我们像他讲话可能就是一个战存档 也许过一个小时之后会被别人所保存 是 但也可能会被别人就删掉了 不要了 是 所以这一次在设计整个专辑的时候 既然他要让实体的东西 这个物质的东西被留下来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些意义 然后他是看得到的 或者是想象得到的 所以这一次的设计是真的非常非常特别 非常有意思 嗯 整张专辑的概念 你提到未来的一个考古学 嗯 你是说要唱给未来听吗 还是你也是忠实的记录了 起码在2019年 好 前后大概一两年这样的氛围当中 我们的生活 应该说一开始因为创作的 的前提的初衷是因为 有很多很重要的作品 其实他们在指涉的未来 我说的是还没有网络的那个年代 嗯 比如说在在80年代 在更久远的年代 嗯 阿吉拉的漫画 或者是银翼杀手的电影 等等的 有很多人预言了 未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然后他们都 时间都落在2019年 嗯 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巧合 当然他一定有 不是只有数字巧合 他一定有一个脉络在的 那我就在想 他们以前设想的未来 已经是我们的现在了 对 所以我这张专辑其实记录了很多 在2019当下的事情 但是他是用一个 从未来的角度回来看 所以这张专辑会容纳的东西 除了我观察到2019年 发生的很多事情 包括对外表的 假新闻的各种的东西 那在音乐的风格上 其实也有很多很有趣的安排 因为你听到很多复古的 像现在我们在秤底的 这个是一个有点70年代复古的东西 我觉得现在小朋友 对于过去的音乐 其实音乐脉络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也想把很多过去的 一些很有趣的音乐的形式 放在这张专辑里面 他们会当新的元素在听 对对对 它就是一个断代史的 一个创作的概念 这是一种巧合 还是在你之前的一些规划了呢 比方说做一张专辑 真的很需要时间 可是你刚好两年一张的周期 也碰上了 你一直有在关注着 过去未来 2019 一切数的事情 就在今年 真的就 相上了 就对上了 2019 对 我其实就是这样 我就是 什么东西我想到要做 因为那时候发现 2019是一个那么巧妙的时间的时候 这么多伟大的作品 他们在 预想的未来是在2019 我们现在就在2019 怎么可以让它这样子就过去了 我觉得绝对不可以 所以2019年一定要推出一个作品 而且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作品 那要在今年发生 其实也不是不可能 因为其实我 我做音乐或制作的速度还算快 对 所以 其实就是一上脑了 就是马上做 对 后来我们看到了整张专辑的给介绍 还有那个概念的时候 我就有一点 Deja Vu 或是 那一刻我有点起鸡皮疙瘩 是刚好我跟同事在讲说 常常说 Doraemon是未来世界的 我们大概 再过几年 是不是真的就到达了 它的那一个世界 然后像回到未来的第二集 就是 以前我们以来的未来 其实就已经是我们的现在了 你看着电影 所谓的2046 2046 我们离它也不远了 是 所以就 再拿到你这张专辑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哇 就是一个我们好像 已经活在了 以前书本或电影当中的未来 而且那些未来 在现在很多都变成真的 因为发现 以前觉得 哇 好奇幻哦 好有趣哦 然后现在 回想起来觉得 嗯 好有趣 但是 有点恐怖 它竟然都是真的 对 不管是它预言成真 或是它一个故事的脉络 就刚刚好就随着 时代的潮流 就走到了那个 无理直 对 所以1980年代 对你来说 这张专辑的一种 起源 或者是一种 灵感的发想 是很重要的年代 是啊 嗯 我觉得因为 太好玩了 我觉得那个 比如说阿杰阿或 这张专辑杀手 它启发了很多 后面的所有的影音 相关的各种创作者 嗯 那它带来很多想象力 那包括 当然阿杰阿在叙述的东西 在现在来说是非常 真的太 太 不可思议的 因为尤其像 它所预测的东西 明年真的有 东京奥运 这些 所有东西都 好像真的 发生了 然后我们又发现 比如说 这些作品受到 比如说更早以前的作品 像乔治欧威的 1984的这些作品的影响 那这些作品 在讲的内容 比如说 网路上的监控 就是我们这些 所有的 到处都是监视 录影器这些 都已经变成是 真的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你就会开始想 这些东西是怎么样 变成这样的 那我们如果处在 这个2019年 我们要 而且 2019年还没有过完 对啊 我一直赶着要 发行这张专辑 其实是因为 还没有过完 如果过完 是不是就不有趣了 因为我们并没有 活在那个2019当中 也不会 不会不有趣 但它就会变成 有一个 即时的 意义 但是在 如果我现在 发行的话 其实还有好几个月 你 每一个人 就像你 或者是我 我们还有可能去扭转 这个2019年 去改变 这一年会发生的事情 每一个人 都有这个可能 都有可能做出这件事情 对耶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真的有意思 对啊 某种程度像 蝴蝶效应一样 你做了一些事情 我做了一些事情 是 可能就跟 预想的不太一样 但1980年的 那个时候 陈山泥 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你看那些漫画 那些电影 给你了一些启发 看到了一些未来的世界 可是1980年代 那个时候的陈山泥 其实有影响到 未来的这样的世界了吗 我觉得其实 我们一直在一个 循环里面 当然那时候的很多 流行的东西 不只是音乐 还有很多东西 都影响到现在 其实现在 你回去看那个时候 Mazana的一些 一些时尚的东西 其实在现在 又复刻的 一直在出现 对应该有发现到 对就是很有趣 或者是80年代的 一些视觉影像 有一些 那些很 有点cheesy 就是很泡沫经济 时代的那些 但是它很缤纷 那它在这个时代 又一直在出现 所以我们好像 一直在 在观察这个脉络 然后在重组 从里面截取 一些东西 当然我们在看 80年代 跟可能更年轻的 小朋友在看 80年代 或是真正的 真正 走过80年代的人 对对对对 其实都会是 不一样的 是 就像你当初 第一张专辑 第二张专辑 要看到樱桃树的时候 你也没有想到 那不是80年代 对 但我的意思是说 你那个时候 在录音室当中 做专辑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想到 可能 十年二十年之后 大家是在 手机上面 听你的歌 像我们过来的年代 我们是从类比的时代 开始工作过来 然后对于现在很多 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 之前还在聊这件事情 那以后要怎么办 大家都在手机听音乐 那音质都那么低 那会不会 大家以后就是 不再去追求这些 好的声音 或者是会感动人的声音 那我就说 如果不 大家都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人的那个听觉啊 或者一些机能 应该会衰退 对 它会变成另外一个物种 要一直被刺激嘛 要有刺激才会有进步 然后才会演化更多的 我觉得是往前进 如果只是一直在 安于现状 我赞成你的说法 慢慢的就习以为常 习以为常 它就是 渐落渐弱的 我们真的就不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是 好的或者高的品质 在里面 对啊 所以我 可能是我 从那个时候过来 然后一直在 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 一直在做音乐的制作 所以我其实在现在 即便在做很多 其他的歌手的专辑 我还是很 对这个东西很 有很高的要求 我希望这东西可以一直继续下去 这就是你迷人的地方啊 所以大家都希望可以跟你合作 可以知道怎么样 彼此的要求更加的精进 我很喜欢跟人家合作 对啊 你说过啊 好像很多人想要扭一扭 转一转或突破的时候 他们第一时刻都会想到你耶 最近也是有很有趣的歌手来找我 我很想要最近赶快忙完 因为我现在很 后面有好多 我觉得很有趣的 我觉得我想做 等一下 你刚刚说想要忙完 是忙完你自己的部分 还是忙完你同时 要做宣传 也要再开始 就是因为军商你知道 我就是这样 因为我现在才 我已经做完这个专辑 专辑已经发行 然后每次发行的时候 我就是 我就是这样 松了一口气 就是啊 已经发行了 对 然后后面其实就是 演出要准备 但是后面还是会有一些 其他的专辑制作的案子 尤其像我们的工作 到越到年底 就越来越 又有很多的那个 有趣的案子 有阵子还去做电影配乐啊 那也是同步的在进行啊 对对对 然后就是 最近就是 接到一些 觉得好有趣哦 我想要做一个有趣的东西 然后我就 就是答应了一些 很有趣的案子 那我就好 好想要敢 直接跳过所有的事情 然后直接开始做 我就是会这样 有趣度可以进行一种插队吗 你可以插队吗 陈杉莉 你不是要先来后到 没有 我只是 我只是很 很不想 很不想理会 自己的专辑 可是明明知道不行 但是我就觉得 后面有好有趣的事情 就好想做 谢谢你愿意来我节目 没有跳过我的节目 我每次都会来 我每次都会来啊 所以可是我们就两年一 round啊 所以我才会想说 我怎么会两年一 round 才碰到你 中间如果刚好 如果有碰到电影原生带 还比较有机会碰到 不然真的就是两年进一次 对 前一阵子有电影主题曲 但是也是很接近专辑 是啊 对对对 所以今天这一个小时 真的要好好地看您的脸 好 好 段时间2019年的脸 变成一个好热门的关键词 今天来的是陈杉莉哦 对 不是杉莉哦 对 我是陈杉莉 陈杉莉 带着她的全新的专辑 我们一路的听着下来 我刚才就跟杉莉说了 这整张专辑的概念 我们就从第一首 这样子一路的听着下来 刚好我节目的时间 也差不多是张专辑耶 38分钟左右 对啊 不知道能播我耶 可以 我尽力 我先进广告 待会回来赶快跟上进度 新热点 今天非常开心 陈杉莉带着她的全新的专辑 Juvenile 对 Juvenile 我有好好地练习 有有有 你算是念得非常好的 对不对 Juvenile 来 双音机旁边的 repeat again 不要再为难他们了 但你很贴心啊 你在你的脸书的粉丝团 有做了一个发音的示范 对因为王管说 你这样不行 你一定要念一个 拍一个给大家看 对啊 如果你的粉丝就说 我买了陈杉莉的新专辑 Ju Ju 而且要有那种 语调跟温度 所以我也是听了好多次 才叫Juvenile 对啊 可是她可以去 大家其实现在都很懒耶 真的很多东西都不去查 可以去查一下 然后所有的故事啊 脉络啊 可以去收集自己的资讯 对不对 而且少年A 就是翻成中年 中文的话是少年A 对对对 它是一组人哦 一个团体哦 它是一个观察小组 对 它不是所谓的一个少年 对对对对 它是一个从那个各国学者 优秀的学者组成的一个观察小组 然后在那个 东京都已经毁灭了之后 他们是回来看 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 你自己很着迷于这个动画吗 这个漫画吗 我觉得它 它真的影响了数个世代 应该会继续在影响下面 因为现在要拍那个动画 对对对 应该会继续影响下去 它其实已经有很巨大的影响力 近期我看到的是 因为黑胶唱片不是又开始流行回来了吗 它的原生代也用黑胶唱片的形式发行 到底那个封面 它的那些手的layout 那些色澤 我覺得也是一種美學 就像你的專輯也是一個美學啊 每一張 陳善妮同學每次我聽到他就說 你真的又花重本欸 你每一次 有上一次的戰神中嗎 有 因為要一直測試 這東西很麻煩 而且那個夜光 其實只要光 就是燈打開一下 照一下馬上就是很亮 馬上就會顯示那個夜光的圖案 光雜片非常好玩 好雖然現在是這個 radio的聲音播出看不到畫面 但你們有想像力的 請想像但我也很想忠實的 為你大家呈現一下 陳善妮的專輯的一個設計 首先在封面就是一個城市 一個城市 然後城市好像有一個水波的倒影 但如果你像我們是電台工作者 或錄音師的話 對於他的創作的起源 所以我也來自於錄音的那些深波 我覺得我們就可以直接的想像 或是對應到 然後覺得很屌欸 怎麼會一個錄音界面上的某一軌 可以激發成為你們的封面 一開始它只是一個非常小的一段的深波 然後慢慢的建造成一個城市 那個非常複雜 其實你們在網路上面看到的 那個最好是拿放大鏡來看 實體拿放大鏡來看 因為網路上看的那個因為被壓縮 所以有很多細節是看不到的 那是一個虛擬的城市 它其實有很多在我們生活裡面出現的 或是在台灣出現的一些建築的元素 原素 跟意義在裡面 還怕你的照片相關的一些密碼 Sany公主齁 我們跟隨你那麼多年 年紀也有一點大了 眼睛看不到是嗎 我需要放大鏡 來來來 讓我買一個大型的放大鏡給你 欸你們團隊是不是都是年輕的夥伴 所以對於這些這樣 藏在精細的地方的朋友 就覺得也OK 他們一下就找得到 我起碼要拿遠一點 我承認夥伴是屬於比較年輕 那你有沒有站在我這邊 你自己看到打樣出來的時候 你也覺得這個需要放大一點嗎 還是它就是它這種精細的微妙在當中 可是我就很喜歡這種東西 你很喜歡塞一些彩蛋 或是一些細節在裡面 因為真的很美 因為那個是我一個一個放大出來看 然後一個一個跟設計討論的 所以我覺得很 我就很喜歡這種東西 這就是所謂的實體專輯的一個無溫度 我真的也是要再次的感謝你 在現在數位衝擊的時代之下 你每一張的實體的 不管是設計或者是包裝 真的就是下重本 而且你還願意這樣做下去 我覺得只要實體專輯還在 那它的包裝設計等等的意義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你要真的拿到那個東西 你可以覺得擁有了一些什麼 那我覺得包括專輯的全部的編排概念 其實如果是專輯的這個東西還在 一定要很在意這件事情 所以你會一直在出CD下去 不知道欸 會不會過幾年也沒有CD 壓制工廠或怎麼樣 很難講 已經很多電腦是沒有光碟機了 對 那CD的壓制工廠其實坦白說也越來越少了 對 但還是可以出實體啊 我的意思是說它其實不限於其實是光碟片 我覺得你還是可以繼續的 對 對 對不對 對 所以不衝突的耶 對不衝突的 給我一點時間 大概兩年 我們通常不都是以兩年這樣子起跳來算的嗎 我直接回答說給我一點時間 讓你 所以實體的溫度 我相信從一開始都聽著收藏你的專輯的朋友 你想想看喔 以前喔 有電影底片格在裡面的 完美的聲音是那個塑膠套的 我記得是塑膠套的 然後還有盒裝的 反正各式各樣的 我覺得是可以將專輯的概念 延伸的 你都會去做 對 然後鏡面的啦 像這一次上一次的戰神的 對 你對數位跟實體這樣子的一個balance 其實我還蠻想聽聽你的見解耶 因為現在還是有很多朋友是聽你的數位的歌曲 它的流通性絕對是最廣的 是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因為也是大量在網路上面聽串流音樂啊等等的 那其實我發現有很多歌迷 他們還是會先去聽串流的 全部都或者是聽數位下載的 然後聽完 確定了 而且這個設計是值得去擁有的 所以我再去通路買 就是也是會有這種很理智型的收藏者 對 但你剛剛講的是非常重要的啦 就是CD這個東西不見得 不知道還可以維持多久 就是它也許在兩年之後都不一定會有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這次設計的CD盤 本身也很有趣 有 我看到了 因為我很怕有人來跟我說 CD破掉了 對 或者是陳山寧沒有去鴉片工廠 直接在家裡面 陳山寧燒給我的 燒給我 你如果願意直接燒給我 我也很開心 我沒有燒給你啦 好 大家可能又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它其實設計感就好像是 我們去光華商場買到了一張就是 白片 白片 空白的光碟 只是用千字筆在上面 將專輯的名稱寫下去了 對 你不覺得很有趣嗎 我覺得很有趣啊 因為現在 但我也想到 是不是真的我們也有經過去買過白片 買過光碟片才知道它有趣啊 年輕的小朋友就 有的時候會不會有點孤寂啊 就是所謂的共鳴感 已經無法是全面的 絕對無法是全面的 就會有點 不會啊 分世代言 我覺得現在還有 那天有一個小朋友 他說你來聽聽我的音樂 就是 然後就拿了那個 他自己做的卡帶給我 喔卡卡卡 卡帶 對 他是做很新的音樂的 對 哇 一些電子的東西 他給我卡帶 我是說你這個東西嚇不了我 我家真的有 對啊 你為什麼沒有見過 而且你是音樂的製作人 是好的 而且是雙卡 你家沒有嗎 我家有 有有 我還可以兩倍錄音的那種 雙卡 握手握手 而且你在製作的時候 我相信你也有的時候會著迷 比方說 Analog的轉到了Digital 然後互相的轉換來 對 又會有一些音色 嗯 你們在製作的時候 會 會有一些美感欸 我覺得不管是樂器 還是在錄製的過程當中 會啊會啊 因為其實早期 像我在最早發專輯的時候 那時候是那個 真的是Analog 但是很大很大 很寬的那個 它就是一個很大的月餅盒 然後很重 你今年收到的月餅盒的 我覺得厚度要三盒喔 兩吋要三盒啊 拿一大堆 一大堆像汽油筒 不是 對對對 然後 但是我 後來好像就是那個 就是Digital的盤帶了 小一點 四分之一了 就是小一點的那個 但是也是挺重的 對 因為那時候常常要 要出國去露營 然後我記得還要包那個 洗脖子 一直包 是 因為怕那個經過X光 X光的時候 那磁性就沒有了 我一直都不知道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管他的先包 但我每次都包 當然要包啊 早上起來最野心中的 咖啡機還一直包 你不包你回來 就拿不到製作人的錢 錄的東西就沒有了 我就是還是很擔心 因為所有的東西 都在裡面 我覺得還是包 硬是包 而且不能拖運啊 所有的製作人 李宗盛或誰 哈琳德去美國 手提或是你抱著 是最安全的一件事 就是到那邊掉 要哭出來 完全哭到不行 但這就是一個美感 我不知道收音機房的朋友們 有多少人 懂我們現在講的東西 可能很少 但是我們講的 還是蠻有趣的啊 我覺得有共鳴的朋友們 我們當然就很開心啊 你從像四季 我剛剛說了 那個 不是盤帶錄出來的 那聲音就是完全的不一樣 但是你一定沒有遇過一件事 我講出來之後 從來沒有人遇到過 就大家一定都知道 盤帶是左右這樣旋轉 然後有一次台北市 就是大停電還是什麼 什麼事情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正在錄音 結果突然 突然就一聲 啪的一聲 好像是那個斷電 嗯哼 結果那個 他的左右就 反轉了 反轉了對不對 然後母帶就斷了 然後我那時候正在錄 就是全樂團 Oh my God 這是一種可怕的狀況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盤帶每次要回帶 我們以前廣播也是 你如果沒有鎖好的話 他就會像個血滴子一樣 他快速的旋轉之後 就拋在空中 他就是一個 熬敗所 灑出來的血滴子 對 我們為什麼從你的新專輯 講到了 真的很好玩耶 真的很好玩 你不介意嗎 我們好像又回到了你的那個 Juvenile當中 我覺得很多人應該想知道 一些有趣的事情 好 廣告之後還有更多 好多有趣的話題 我要回到你的專輯的 當中其他的一些 有共鳴的歌曲 我也有共鳴的歌曲 一起聊聊 陳珊妮的最新專輯 What's up music 新熱點 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跟珊妮說 我們就要從第一首歌曲開始放下來 我覺得一定有人會罵我說 都沒有聽到歌曲 你們很多地方可以聽歌的 拜託 去買CD聽歌 我兩年才見到你一次 我請你多說話 我就讓你四段講到滿 好不好 我盡量講一些 對 就是有意義的東西跟大家分享 剛才也很有意義 有有有 但你願意四段講到滿吧 可以啊 那如果有你的歌 你在罵我 你不要 你幫我安撫一下 我就說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你在幹嘛 我們先聽一下 不過真的啊 因為下次聽歌的管道太多了嘛 free的 或者是串流的 或是購買實體的 他們有機會再次去聽這些歌曲 可是見到你 就是這樣子 兩年一次的時間 也是啦 我剛才也有提到了 其實首次我們對這張專輯有概念的時候 是因為恐怖谷那時候 講到了一些拍照修圖的 我們以為那就會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可是沒有耶 當這張專輯出來的時候 2019的時序出來了 那又是另外一個樣貌 所以這樣子在宣傳專輯 跟你在做一張專輯的時候 這邏輯會不太一樣耶 初次見面 我們的既定印象 跟後來你要傳達的 應該說因為恐怖谷 其實這張專輯容納的是很多 在2019你可以觀察到的現象 那第一個釋出的是恐怖谷 所以我在做宣傳跟推出這個MV 跟這個作品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說 2019 Juvenile Age 事件一 它是其中一件事情 關於女性或者是 其實不只是女性 就不只是耶 像修圖啊 所謂的你在手機上面 看到是不是真的 就是對於外貌的 對於自己身體的焦慮這件事情 對 所以它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很重要的事件 那因為這個事件 也不是說這個事件特別龐大 而是我非常在意這件事情 所以在整個MV的企劃上 那時候找了很多人來 來拍MV 那其實做了一系列的訪談 然後跟那個女人迷的平台合作 因為想要讓這個東西 被正確的解讀跟聽到 因為我覺得其中有很多很動人 而且很勵志的故事 其實會讓大家 花一點時間去思考這件事情 因為你要跟自己的身體 相處一輩子啊 這個東西絕對是值得花時間的 所以在第一波大家聽到的時候 是恐怖谷這個歌 他在講這件事情 因為他太花時間了 這個企劃太龐大了 所以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所以後來我們現在在看到 比如說你要去哪裡 或者是接下來下星期 還會有一個 還會有一首歌釋出 那又是從另外一個面向來看2019 我覺得這個話題有分量 可是它好入口欸 因為現在手機大家所看到的 常常說看圖說話 或者什麼眼見為憑 似乎到現在已經又打翻了 以前我們認定的那種邏輯好 或者是大家認為的 你看到的不見得是真的 當然啊 你看那個網路上面不是有那個 日本的那個AI女學生 就是它甚至可以創造出 完全不存在於這個世界的人類的照片 還有一些生活照 它可以自動生成 你會害怕嗎 就是慢慢的好像以前電影演的囉 電腦最後面會統治人類 我覺得蠻可怕的欸 我其實覺得有點可怕 你覺不覺得 因為那個生成那些很自然的 很溫馨的生活照 我會覺得很恐怖 以前看電影只會覺得說 很誇張啦 反正就是電影 然後覺得很酷 對很酷 還是因為我們已經有一點點的 不要把我拖下去 對不起 我 我有一點點 Sorry 你知道我要講什麼 我知道你要講什麼 所以看事情的角度就不太一樣了 我們 對我早幾年的時候也覺得酷 但是慢慢的 它真的跟我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我才會用恐怖古理論的這個字眼啊 你不覺得嗎 就是很適合 很直接 但是也很真實的描寫到 我們內心當中的那種衝擊 所以事件一那麼好入口 進入到了你這樣子的一個project 那你覺得二三的鋪陳又會是怎麼樣呢 我們今天是照著專輯的順序這樣聽下來 可是照你這樣講 好像又像玩積木 對啊 其實可以自己任意堆疊啦 反正現在是一個串流的世代 你自己可以去組合你自己喜歡的順序 但是 我的事件二是你要去哪裡 那這個跟大家的就有很切身的相關 那它的文字非常的平鋪直述 非常的簡單 它是在講假新聞 還有一些媒體的操作 跟廣告置入等等的 其實我們很難分辨這些哪些 我發現有很多人真的沒有辦法去分辨哪些是新聞制入 哪些內容農場的東西是假的 就是這些都很難去分辨 欸 早個三五年 你會不會也寫不出這樣的歌曲 因為那個 就是所謂的環境還沒有到 因為沒那麼生氣 或者說它整個效應還沒有到那麼的誇張 對啊 或大家 因為它早個十年的時候 走在路上大家的頭還不是低的 所以那樣子的一個 你是社會的觀察嗎 所以它的紀錄是這個時代的事情 那當然你要去哪裡 在整個MV上面就是有比較有趣的詮釋 當然因為我的歌詞加上這個MV導演的詮釋 所以你知道我們去做很多行為 其實是很像上司電影 對 然後加上那個 過一陣子那個施樂園有重拍的版本 對不起 因為我很喜歡這部電影 我們就無意識 我們就無意識 就必須跟著大家的一個潮流 你可以說好像被洗腦 或者是一種同彩的壓力 我都喜歡MV當中 就即便它是清醒的 但好像還是覺得為了自己的安全 是不是也要好像醉一下 或者是 對 其中有一個人是 就是別人都變成那樣 那好像有個壓力 覺得非得要變成那樣 我覺得很多人也是這樣子 這是一種同彩壓力啊 對 或者常常回應到我們的社群媒體 就是你有沒有轉發這一則 你不轉的時候是不代表你就不關心 是 所以我覺得好寫實 這張專輯其實真的很寫實 我們現在所在的 所身處的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花一點時間想這件事情 就是 是不是非得要去跟隨大家正在做的事情 還有是不是可以除了去排隊做那件事情 還有其他的選擇 或者是花多一點時間去想 呃 就是自己的生活你掌控了多少 對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值得花一點時間去想 你覺得難不難啊 現在大家連長輩們都會發長輩圖了 都被洗到了之後 這種科技的 洪流 我覺得 講到長輩 真的是比較難 我快放棄長輩 我發現長輩要嘛就是 沒有進入到3C的世界 要嘛一進入他們那個瘋狂的程度 是會比 就是有些長輩被洗腦的程度 真的是 或是他們 我懂 掩失了緣的能力 就是 會讓你忘成默契 那怎麼辦 常常大家會說 如果無法 他無法可逆 無法阻擋的話 是不是就要擁抱他 嗯 我覺得我們在 我們應該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就是有自己的思考能力去去分辨 那至於能夠影響他們多少 我覺得至少從我們自己先做起 去做自己覺得正確的事情 這個很重要 對 這非常重要 那更重要的就是呢 聽你唱Live才是最重要的 對 這一次在10月12號 在台北Legacy 會有一場 因為我每次的新專輯都會有一次 有一個很特別的演出 那整個演出都會是配合整張專輯的概念 那我趕快回來再講 好 我們真的是分滿滿的四段 讓你從頭講到晚 真的是四段 可以吧 可以啦 而且我們真的照著曲序來 我們今天真的來到了第10跟11 我們時間算得剛剛好 就從第一首開始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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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三尼公主我今天要訪問你 我真的有做了滿滿的功課 欸 欸 真的欸 然後問題呢 好像還沒辦法全部 妳寫了什麼 還沒有辦法全部問我啊 而且是手寫的欸 當然手寫有溫度 手寫的 而且那個聽眾朋友還有記紅色 還有藍色 有有 很old school 紅色的部分就是像我要問的了喔 很多的一些堅持你會繼續做下去嗎 比方说你刚刚讲了 串流的大家都可以 自己去找它的曲序了 你以后再拍曲序 还要那么的反复 或者是花时间吗 MV当中的彩蛋 你埋得很细 大家现在可能都用手机看了 看得到吗 但你还要做吗 这些你很快乐的那些事情 我觉得那个是不一样的形式 比如说在做专辑 拍这些曲序 其实是出自于创作者的想法 还有他想要叙述的事情 好像是我们在看电影 其实会去找电影的很多彩蛋 他其实会有很多乐趣 但是现在串流时代的确 但是以前的时代也有 我们其实不管是从卡带 或者到CD 其实有一阵子 大家很常烧CD 送给谁 谁生日的时候 或者是要 是你的一份心意 跟你的sense 对然后会在上面写 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些烧录片 会在上面写字 画爱心 什么什么 什么爱你 什么的 然后你就会编排自己喜欢的曲目 所以其实在这个串流时代 它只是变成一个数位的载体而已 就是你还是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整个作品的编排 它的故事跟完整性 其实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 非常好玩的 可以扩充自己很多想法的东西 那至于里面的彩蛋跟细节 彩蛋不一定是那个啦 不一定只有在那个平面设计上 那些很难看到 你配眼镜就好了啊 你 我有放大镜啦 我有放大镜 放大镜就好了 有有有很清楚 我才会看到 有一个你的海报在装中啊 MV也有彩蛋啦 然后其实在现场演出也有彩蛋 其实我这次就是有各种 大量的讯息跟彩蛋 有10月12号 对 而且你讲的好吓人哦 你说每一次的演出 都当做是最后一次的演出 对啊 不然勒 就是 一定要这样的啊 卯足所有的能量 然后站在台上 我从以前做音乐 因为很多人会 有时候访问的时候会问我嘛 就是如果你不做音乐 你要做什么 我就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 因为你如果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你就是要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对 10月12号 我们去寻找更多的彩蛋 对啊 在你这张演唱会当中 嗯 这张作品我觉得很棒的一个注解是 在你的脸书当中也有写到 好好的珍藏它 嗯 很多的爱跟回忆 可能 不是永远的都可以在云端的 但是 如果我们买了一张CD的时候 它就是可以珍藏在 我们的书架上 或是我们的心里 跟我们的手上 是 如果它变成 你把这些东西解读 成为你自己的东西 那就会在你的脑子里 跟你的心上 会带不走 是 这一次实体的彩蛋也包含了 预购版的朋友们 就是有一张 你们独特设计的一个磁碟片 对 哦 大概也要六年级的同学以上 五六年级的朋友们 诶 磁碟片真的很久了 很久了 对啊 然后在里面的磁碟片当中 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彩蛋是 有印刷版的 对 大部分都是印刷版的 有你手写的 听说还没有人开箱了之后 我没有看到有人分享 诶 我有一张 就是我买的 你要帮我开吗 你不要 等一下你怪我 没有拿到手写吧 我不要 我想说你帮我开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现在给我写 你开一下 你帮我开一下 哎呦 好难相处哦 两年一次嘛 就这样凹你一次嘛 刚好来到我们最后一首歌曲 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 10月12号 有人听到这首歌哭出来 那天专辑发生 是啊 厉害的普通人 你要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 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首歌其实是我在跨年的时候 跟所有的朋友交换的一个礼物 在那天我跟大家说 因为你知道跨年 大家很喜欢讲一些 就是许下一些励志的心愿 或是回溯这一年当中的经过的事情 对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们把 你们把那一年 因为去年底 很多年轻人 他们是很难熬的一段时间 所以我就跟他说 你把你们的不开心 都写上来 就是跟我分享 寄给我 然后我要把他们写成一首歌 而且放在专辑的ending 我真的做到了 放在专辑的ending 歌有点唱 但是我真的做到了 你自己开啦 这个人后就帮我开了外面的塑胶封膜 我把女僕的事情都做完了 你还想怎样 开一下啦 开一下啦 哎呦好恐怖喔 真的里面那个 我那张词叠 没有手写的就怪你 那样子 你不会真的拿到手写版吧 真的吗 有吗有吗 转一下转一下 对对对 因为我有在网路上面学到网友讲的 可以偷看一下 你拿到空白片 连印都没有印到的吗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乐趣 我觉得是一个手写的乐趣 而且它还要稍微破坏 你们独特的一个磁碟片的设计 对 你没有拿到手写版 好了算了 那我还送你了 不是啦 是真的要还送你了啦 这个乐趣我要留给 其他所有预购实体版的朋友们 在你们这种贴心的bonus的好礼当中 是有一张 真的耶 这是很有温度的 访3.5寸的磁碟片 其实写的很多讯息 其实都是我心里很想要分享给大家的 对 大家知道其实我就是没有饱读诗书 但是 你还没有饱读诗书 好厉害 但你要不要来跟我们稍微训话一下 像我们这些人买到都不舍得拆 对 不要破坏掉它 我在想 是不是因为你们都没拆 为什么都没有人 拿到手写版 不是应该要兴奋的跳起来 然后马上来 只有19张嘛 对不对 对啊 全部里面只有 虽然是很 几率很低 但总会有人拿到吧 而且现在是网路的世代 就算是 呃 卖到国外去了 也还是可以回传照片回来 对啊 为什么都没看到 还是我要去购物平台上 是不是有人拿上去卖 为什么都没看到啊 还是还在那个 就是有人订很多的团购的那几箱 还没有被拆出来的耶 诶你们赶快去取货 各位听众朋友 还有人还没取货吗 我不知道啊 被你那样一讲 是哦 我想会不会他们没去取货 好啦 我的是印刷版 我的不是手机的版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乐趣 真的让我们的回忆 好好的封存起来 对 把你的2019年 留下来 对 那之后你可以选择是 继续的保存汤 或者就是 真的要删除它了 我们过去的这55分钟 对于2019年来说 是一个战争党 我们也可以想到很多事情 然后去实现它 太棒了 对对 好 下次见到你会在两年之后吗 不知道耶 你中间要约我吗 可以啊 可以啊 还是我中间赶快弄一个什么 就是什么 配乐或者是单曲之类的 都好啊 诶讲到单曲 你看那个时候双成绩的时候 还是带着CD啦 对不对 对 现在你如果真的要发单曲的话 就是上数位了 你也不见得会再 跑一次宣传了 我们听到那个 俊昌的预言了 CD快要没有了 但是实体还是可以发行 刚才我们有一个很棒的结论 对对对 你还是可以出版着你的实体的 那只是一个载体 存在着你音乐的一个媒介而已 对啊 我也好好思考这件事 那你还当评审吗 哪个评审 都可以啊 像你一定还有排山倒海的评审邀约啊 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当评审 但是我能够贡献我的力量 或是想法的工作 其实我都 我会蛮愿意的 要有趣 对啊 要有趣 对啊 还可以插队 我刚才吓到了 他真的说诶 如果有趣的话 他迫不及待想要完成的时候 可以 因为我会把不有趣把它挪开 如果最近谁有被接到电话说 诶你要delay一下 诶你刚才我好像真的有 今天好像真的有发生 今天吗 你今天才打了一个电话 去挪别人吗 哦 I'm sorry 谢谢陈珊妮 带给我们好愉快的一个晚上 诶九点你待会要直播 对 在你的Facebook就直播 对啊 那我刚才放你走是不是 你待会几点就快直播了 9点啊 你要一路的直播回家哦 没有啦 哦你要赶去你的直播的现场 对啊对啊 好 8点57分 谢谢你今天的出现 谢谢君昌 我们一个愉快的夜晚 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